好,现在给大家介绍我们无信同频器吸频推送的一个方法 我们打开设置 找到WiFi里面 找到我们同频器的一个名称 同频器的一个热点 这里显示是Vcast的5G 9F 顶级临接 这是输入密码 上面有提示 12345678 临接 好,已经临接成功 我们上面也有提示 手机临接成功 提示网络无法访问互联网 这是正常的 我们要顶保持临接 第二步浏览器打开 在这里输入我们的同频器的一个IP 192.162.49.1 这个是IP地址 输入正确 请问看到WiFi设置顶级 查找网络 这就是搜索我们家里面的无信网络 没有出来就再刷新一下 好,我找到了我常用的一个网络 点击输入这个WiFi的一个密码 好,我输入我的密码 点击 好,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开机页面 它会进入一个重启状态 重启之后 会看到我们这边会显示 临接的是哪一个路由器的名称 好,我已经临接好了 那再接下来呢 要看到我们手机的一个WiFi 也是连接的同一个 这两个是同一个 这时候可以进行 吸屏推送 可以播网络视频 看到没有 有个TV小图标 点击 点击 TV小图标 这时候它会弹出来 设备名称 点击 好 这个时候呢 已经把视频给推送上去了 我们可以控制快慢 手机可以吸屏 视频是正常在播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手机 可以看快手 可以看其他的 都可以 那怎么退出来 我们还是 进到这个页面 就是播放页面 手机里面顶退出 就结束了